推动6年的文旦幼保险 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到5月底为止 华联文旦幼主要产区的瑞穗乡农会表示 除了农粮署与县府补助的50%及调高的20% 农会也会提供投保农户农会超市礼券 鼓励各产销班以及文旦幼农踊跃参加 保障必降低农产作物的灾害损失 今年春天干旱雨水少 造成文旦幼生理落果异常 灼果率不到5成 政府也因此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 但是又一年仅能补助一次 因此随着台风迅期的到来 农民也担心接下来若碰上了台风灾害 恐怕真的血本无归 所以说换句话说 今年的旱灾补助有下来的话 今年再有台风灾害来 它就没有补助了 因为我们又只是有一艘 不是像蔬菜 它是有两艘三艘不一样 所以说今年如果建议 大家是可以来保这个风灾 因为你已经没有天然灾害的补助了 那如果万一有台风来的话 这里还可以稍微补助一点 对补贴一点 卢子乡农会配合上级农政单位 从六年前开始推动文旦幼风灾保险 每年平均受理超过六十多件 保险部主任沈玉华说 去年南部做大水 虽然东部地区受灾不严重 但因午客气象战也撤得八级风速 投保农民也就获得理赔 而今年农粮署比照以往补助50% 而县政府则是将补助 从原本的10% 挑高到20% 希望能够减轻农民投保的负担 换算投保的产量 一公尺以3万公斤算 也就是5万台金 那我们的保费总是5万5千8百多 但是呢 因为今年我们政府 对我们的农民保险补助有提高 那农粮署补助了50% 那西瓜林县政府去年是10% 今年提高到20% 相对性的农民的负担也减少了不少 只要负担30% 也就是1万6千7百多块钱 那我们的费用只要支付这样子 但是在万一受到灾害补助的时候 我们最高理赔的上限 可以理赔到44万 对农民的那个 文旦有的损失 可以降低到非常的多 那也真的是很希望大家 可以在5月31号之前 赶快联络我们农会 来我们农会办理 或者是邀请我们同仁 去帮您做协助 那农会呢 还为了服务这个幼农 也将我们的回馈金 还再增加给农民 那我们会有保费 额度2%的超市礼券 赠送给我们的幼农保护 乐视江文丹佑产子水准 全国首屈一指 更是花莲 文丹佑主要产区 农会今年度的文丹佑风灾保险 从即日起 开始受理申请到5月底截止 除了上级农政单位的补助 农会也贴心提供 投保农户农会超市礼券 不利各产销班 以及文丹佑农 永远参加 保障并降低农产作物的灾害损失 记者是玉兰 瑞士采访报道